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9月第一周韩版天堂M的详细更新内容 在上一支影片我们有简单提到了 大方向的活动内容 所以很多基本的 内容我就直接跳过吧 我把重点想要知道的细节跟各位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要更正一下 我前面说的活动 龙之杀肉活动 他在奇岩村庄可以用100万天币购买一个龙之杀肉盒 那我之前的影片口误说 他里面必定会开到龙之杀肉 其实是错的 他官方正式是说 他会得到一个龙之胜水 然后两个杀肉是几率获得 然后获得的时候会有一个小时的人的使用时间 等于说你只要获得了杀肉 就会直接开始倒数计算这一小时 所以你只要要开箱子的时候 直接就要准备好进去这个副本链工啦 如果你是开到一般的杀肉 就直接进艾比诺盆地 如果你是开到了进阶杀肉 就是高级杀肉啊 直接进到埃斯卡罗斯 去做冲等的动作 好接下来第二个重点 大家好奇的 秩序炼金术师活动 开放神话级炼金 有哪些内容呢 这边先跟各位提一下 他这个炼金不是说你只要丢子装 就一定会出金色炼金 而是他有条件的 你必须要使用全部都是英雄级以上的装备 然后含紫装才会出现神话级 如果你的丢的材料有纸装红装跟蓝装的话 他就是无法获得神话道具 所以你要丢东西的话 至少准备一纸二红去炼神话等级的道具 然后下面我们提到的 这个四个新的炼金石 也是在之前一支影片提过 我这边就不再赘述 直接来看一下 炼金石制作的内容是怎么制作的 首先神话炼金石的制作 变身卡白金死骑 变身卡白金斑风特 还有90级的饰品 古武丁的诅咒 刻印的全都是几率制作 消耗一个炼金石 然后另外两个 另外一个炼金石的成长药水 2000罐 这是百分之百制作 然后紫色炼金石 只有神话凭证 就是90级的凭证 是百分之百制作 一换一 剩下的几个 比如说金字形神塔的三张新子变 两颗传奇炼金石 可以制作 几率制作 然后剩下的屠龙者 死亡骑士 也都是几率制作 其中这边红色的可以特别看一下 因为红色的制作全部都是百分之百成功 然后这边还有特比较新的叫做圣物卡核 就是必定获得一个英雄圣物 红圣物啦 他需要使用三个 红色的炼金石就可以百分之百获得 这边稍微知道一下 然后再来往下看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神话炼金 究竟会出什么东西呢 今天你只要丢的是 一子二红等级的出神话炼金制作的内容 他就是在活动期间可以获得这些东西 神话道具有研磨的心脏 火焰之影的心脏 神话防具制作秘籍 以及神话制作秘籍 还有神话炼金石 这是金色等级的东西 紫色的他也加开了很多新的内容物 例如引斗 然后一阶紫武 还有高级的 什么叫高级呢 觉醒的防具 高级的高阶的紫色防具 然后原本的二阶跟三阶的装备 就是保持在里面 他等于说加开了上面两个 更高阶的紫装 那你以为这样结束了吗 错了 亮点在红色里面 来 英雄其实东西也新增的不少 里面有那个 变形怪首领的左戒跟右戒 巴凤的盔甲 还有成长的裤子 以及 看到没有 巴拉卡斯的魔盔甲 还有林德拜尔的魔盔甲 他连我们目前台服 一件都没有的火龙魔盔甲 都放进去了 所以这次的炼金 我觉得是蛮多惊喜的 只要你想拼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拿到台服第一件火龙魔盔甲吧 这应该是神装中的神装 然后剩下其他新的一些红装 你们就请参与了 因为亮点就是有出火龙甲跟蜂龙甲 而蓝色的也不用担心 蓝色也有放上火龙的领甲 还有蜂龙领甲 等于说四龙盔甲全都在里面了 想要拿吗 来练吧 然后接下来这次练金的活动 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 这些内容物的话 礼包内容我们都暂时跳过 我们直接到那个文样 新的文样内容 它的文样内容 这次排版放的比较下面 它放在这里 新的文样 新增文样 蜂龙它叫做翻译成沉默 就是silent 它有点翻译错了 所以是蜂龙 新增文样的主要是 生存能力 比如说防御 它基本能力是加血量 还有负重 然后每三集会多 每三接一个大点点 会多一点防御 然后到第12阶之后 会出现我们那个 官方网站新公告的那个 被动能力 麒麟之目 然后第一开始是1%的发动 能力值就是 那个伤害减免 然后在第15阶的时候 会发动2% 然后再到第18阶的时候 好像多了伤害加1 到第21阶会变成伤害加2 到第24阶会变成伤害加3 到第27阶会变成伤害加4 到满阶会变成伤害加5 防御多额外多10 然后那个麒麟之目的发动率是7% 哇这个其实你们看得到吗 它其实重点就是让生命 还有防御再度突破的上限 未来要防御400可能也是指日可待 然后这个减伤跟伤害的提升 也会让玩家的坦度跟伤害再度突破一个坎 它的绝对属性有什么呢 第一集是无视远近法伤减免2% 第二集是无视PVP减免3% 第三集是近远魔法暴击伤害加5 最后一集是无视PVP减伤加5%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英海赛文样 获得的两个绝对属性 第三个是暴伤减免加5% 第四个是恐惧抗性加5% 好这就是这个全新文样席林 的内容详细内容 但它并没有说席林这个文样 它的需求点数是多少 所以要等到韩版正式开服 我们才能看到它点数是 一般的文样点数或者是1.5倍的 格兰肯英海萨文样点数 好在这边 剩下就是礼包内容 周末制作部分也大家都应该都差不多 大同小异 这边尤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它开放了一个算是蛮新的制作吧 就是加6水晶吧 它这边开放了加6水晶的升级 就是用加5水晶再加上250个 饰品防暴卷轴就可以 有机率提升水晶到加6 至于这个%数是几%呢 我目前还不确定 然后再来这次又开放了第二次的240万 变身卡兑换 你可以使用240万的变身币去兑换上次说的古典 古典系列自选 古典系列还有梦魇系列跟四色系列的红便卡自选一张 然后每个账号这次是只能换一个 之前是换两个吧 现在只能换一个 这大概就是本周的更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随时帮你们关注韩国最新的消息 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